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着讲书变得越来越沉默和孤独 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上海这个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 在人民解放军三面合围下最后的情况 上海就要解放的时候 听说共产党就要进城了 我父亲担心会有什么后患 就一个人匆匆去了香港 1956年我家的纸号被公司合营了 此后我们兄弟姐妹各谋出路 他们最后大多去了美国 我记得母亲走的时候是1961年年初 天很冷 我送她和我的小妹妹去的车站 上了火车我才知道 母亲要带妹妹去香港 当时我一听 这个家都甩给了我 很生气 有一种被这个家庭一戏的感觉 我从车上下来连话都没说 扭头就走了 就这样 18岁那年 这种房子里唯一的人 我成了她的守护者 所以嘛 搬走了也好 伤害 伤害民 世界上民不好的人都倒是 什么民不好的人 民苦的 啊 民啊 你觉得你算民苦的吗 我觉得不算吧 人苦的世界上 得到了这样就都不能那样 有了房子也没有家庭温暖 都是一样的 不管一样都有 你说你是宁肯要房子呢 还是宁肯 还是要家庭温暖呢 比如说 你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换一个呢 就是你有一个半间的房子 或者是一间的房子 特别挤 但是呢 更正常的结婚啊 生孩子啊 这不是一句话 能够说得明白了 那你不用一句话说 你不用好几句话说 好几句话说 你以为家庭温暖是永远的 也许最半生缘 过两天老婆跟你离婚了 我没指的离婚的那种 我指的就是和和美美的那种 不会 也是和老婆生病了 生重病了 你苦着要命 也不是一句话 就像 今天是不是万能 不能一句话说完 说不完 要看实在背景 那你说老婆病了 你管老婆 那你要病了 老婆还管你呢 对不对 你要是一个人 如果他不管我 他跟别人走了 自己的孩子 这少数嘛 我少了 现在自己的儿子 也不经孝顺 哎呀 那你俩往不好的地方向 没什么可以研究的 这方面没什么研究 那也就是说 你不喜欢那种生活了 你还是喜欢一个人了 先前的弄堂和石库门 已经变成一堆瓦礼 不知什么原因 这些天晚上 我常做噩梦 梦里面老宅轰然倒塌 而我自己则 一不避体地摔在一片废墟里面 醒过来的时候 我总是庆幸 这只是个梦 但是我明白 有一天 这个梦会有一个现实的答案 而且这一天 大概并不太远了 哎 梁子 你能不能把我这棵树拍下 这棵树是 大概有的 十五年以上了 这什么树啊 这是白玉莱 不许花类 到上一本 从往下到上面 全是花 是白花吗 全是白的 很大很大的 开花的时候一直都没有 这部树也带不少了 真的有好多发布的 这个花我点过 超过五百 五百到一千十字 是吗 这么多的 这个是特别好的 走过的人多少 可以来看我的一些开云花 开云花 这时候也没有一千十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烧得一切牛鬼蛇神 无处藏身 腐朽的旧世界 将在这一场烈火中 化为灰烬 1966年10月26日 红卫兵把我从这个家 赶了出去 当时我以为 离开这幢房子 我就能脱离 我家庭的阴影了 因为我将一无所有 因为我就是一个 地道的穷光蛋了 我想我的命运 将会随之改变了吧 没想到 一切不仅没能改变 反而日子一天比一天贫困 我被画成六列分子 整天被批斗 要不就是跪在两个碗点上 到处被人谩骂 那段日子 我可以怎么描述呢 我发现一年四季离毁了一天 如果你要是离开这个房子 还出院吗 不是不想出院 一个新的生活 太可乐了 所以 回来我已经扯得少了 动静了 还能觉得苦了苦了 老师想了想 就是可以 那以后呢 不想扯 回来看扯再扯 不是 你搬走了 回来再看一眼的时候扯 我一走了永远不回这边看 永远不再回这儿了 如果拆了呢 回来吗 不回来 为什么 上次 吵架 二十四十八年 我从来没有回 没有再看过 我知道 六六年的八四年 从来没有 这条路没走过 这条路没走过 这条路都没走过 如果他要走呢 绕着走 我觉得这样幸好 我从来没有走 这次如果搬走 防得倒了吗 你不回来看 不回来看 扒了吗 不可能 为什么 恨 这是 伤心 人生在一张 放过去了 再不要起翻前面 伤心 人生在一张一张 放过去了 再不要翻过去了 不是 我现在就明白 是伤心啊 还是恨呢 还是恨呢 你在干什么 死产决心的毛病 半夜的还要喝什么红茶 我再给狗奶奶上茶 谁是狗奶奶 强盗 谁喝的就是狗奶奶 臭毛病 这你要多听 这是什么 像吧 资产阶级情调 小资产阶级 洗衣服 連手也不拿 這是女城人 她超明的 沒什麼罵人 就罵人家小子城 誰啊 其實罵的人是很女城的 誰啊 她不會使用工具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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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說你自己是小自然階級 賴求我來了 使用工具是人和動物的區別 那你也就是說 你是人 別人是動物 人家不會用工具的人 就是動物 不會 這個棒子不是什麼洗衣服的棒子 是擀牙膏皮的棒子 用工具是人和文明的進步 使用工具是人和文明的進步 你是人和文明的進步的代表 我們都是你肯的人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就是這個意思嗎 哎呦 連手都不拿 你穿著去洗衣服 你看旁邊 你看旁邊 洗個毛巾就是這樣洗啊 白吧 我不跟你說 你不要聽了 你說人的腦子是有限的 像電腦一樣 四六八十一個罩 把毛巾洗的白的有什麼呀 這就是智慧 洗毛巾洗的白就是智慧的結晶 毛巾洗白 這是科學 哎呀 科學這不是你自己發明出來的 你那是拿那個叫什麼洗血鏡啊 什麼東西洗的 你來洗它 你來洗它 這個活兒不幹 高智商的人不幹 高智商的人不幹 高智商的人是給地勢商的人去幹活 這就是高智商 哎 高智商的人是管理人 老闆是不念書的 他僱用的 博士 則是 為他幹 你的就是 哎 對 老闆是不念書的 那就是說老闆不是高智商的人 僱用的人 幹活的人是博士 你就是博士 我是 哎呀 你吃的 我吃的 你吃的 我吃的 你吃的 我吃的 我吃的 這就是要變的 這就是要變的 我也吃的 哎呀 我吃的 我吃的 蔣博士 蔣博士 遇到了 顧奶奶來自 渐渐地 我默认了讲书的那套小资作风 而在老宅里 我也隐约找到了家的感觉 但无论是讲书还是老宅 都像是脆弱而绝缘的东西 在自己的世界里才能活下去 有时候外面施工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老宅的颤抖 同时听到讲书的咳嗽声 我大概是太不把自己 当成一个过客了吧 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冬天就快要到来 我也要暂且离开上海 回北京去了 关于老宅拆迁的谈判 还在无休无止地进行着 而讲书呢 还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 寂寞地守着一幢房子 和一堆故事 很简单